我们后台很多演员都害怕 阮云平 我怕小阮 阮副总 因为他负责派场啊 分钱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业务 他有十权 有十权 特别的厉害 但是阮云平 什么嘴 你敢说错阮副总的名字 阮云平作为老郭的爱徒 在德云社的地位有多高 连德云一哥叫错了名字 都紧张到自删嘴巴 能让阅云鹏这样害怕的 除了师父 也就是阮云平了 当然这是舞台效果 但阮云平 在德云社的地位 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周九良还曾把阮副总 比作李莲英 老师 那是我们的总队长啊 对 在德云社可以说 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大总管 没错 大总管 就好比那个李莲英一样 不不不 那工种不一样 九良细精附体 一边说 还一边比划切的动作 简直是杀人诛心 搭档梦赫堂 常提到阮云平 更是两副面孔 没想到孟赫堂这么双标 就算辈分比老郭还高的谢金 在阮副总面前 也是被制的服服帖帖 一提到没伤眼 那可是德云众演员都害怕的是 其实他所谓的封杀 他就可以封杀人 他马上就能半年不安排的演出 所以这个很厉害 足可以看出 阮云平的权力有多大 就算是班主郭德纲 也要叫一声阮哥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跟阮哥在一起表演 同客气刚地 师弟们对阮师哥 更是毕恭毕敬 刘九如算是把人情事故完明白了 一次孟赫堂打电话扼搞刘九如 接通后说了一句滚蛋 就立马挂了电话 随后刘九如打电话质问 但一听到是阮云平 马上叫阮总好 足可以看出阮云平 在德云社的威严 别说是九字课的师弟 哪怕是谦大爷 接到阮云平的电话 也恭恭敬敬地叫一声 副总 两人同台表演时 也被阮云平轻松拿捏 阮副总 签 虽然说啊 我事小点 但是就叫了一句签 应该的 虽然这是舞台效果 但是阮云平在德云社的权力 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几乎每个队的队长 都被阮云平罚过 这几个队长都罚过 去年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队长 召集到一起 我说每个队长一年要演够多少场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咱们就把这个数认了 结果到年底 我去公司查数 只有三个队长完成了任务 我就把所有队长都罚了 郭德刚曾坦言 有阮云平在 他非常放心 而且阮云平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 师父为什么喜欢阮云平 是因为阮云平 他就是敢说 他跟我师父什么都聊 有时候觉得不对的 阮云平就说师父 我觉得您这不对 他对回去 他会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说他做到了副作 我就是要这样的人 你看老板都喜欢这样直接的 阮云平也被称为阮队队 快言快语 大公无私 德云社大部分人都害怕阮云平 无论你是演出队的队长 还是德云社里的流量担当 甚至师父郭德刚有不对的地方 他都直言不讳地提出来 师父更是连连赞同 您应该多上小聚场去演演出去 好 这个说了对 而且这个您要比如没时间啊 获知 那么余大爷演一演啊 您跟徒弟们一块演一下 只要是能演上 真是我们也乐呀 观众也乐 咱说良心话 对 对吧 可以 阮云平说这说的对 也因为阮云平耿直的性格 得罪了很多人 用郭德刚的话说 就是 很多人把邪火都发到阮云平身上了 这点邪火就都得搁了他身上 所以这孩子这几年不容易 是拿我撒发的 也曾经有人说德云社需要清君策 有坏人 有小人 有奸臣 说就是卢云平 但实际上来说 要这样的奸臣 多一点 咱们这日子就好过了 对 郭德刚坦言 如果德云社多一些像卢云平这样的人 日子就好过了 虽然卢云平平时 没少得罪人 但是也和一些师兄弟 有着深厚的感情 作为爱徒的卢云平 和儿图烧饼一直相爱相杀 烧饼有一次真情流露地说道 以后到老了的那天 能马上想起来的师兄弟可能只有卢云平 这么多师兄弟啊 就是说如果真是咱们到老了那天 真正让你能马上回忆起来的一个人 可能就是卢云平 郭德刚现在正式拜师的徒弟有一百余人 虽然卢云平在其中不是流量明星 但却为师父撑起了半边天 也为德云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